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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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我 我有硬底子 我也有啊 你看我剛才十三享還不錯吧 欸 硬底子標古出爐了 獨家數據透露 欸 我們的福律社獨家數據唷 美國透明CPI 確定下滑 臺股下週見 這個點位 預備 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让你的财富FreeFreeFree Woo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Luna 我是主持人哲哲郭忠 嘿 來看一下 独家數據透漏 美國同盟CPI 確定下滑 真的嗎 哇真的喔 我們到時候請分析是來講喔 是台股下周見 多少點 不知道啦 等一下老師會講啦 硬底子標股出爐 Luna你剛才那個硬底子 表現得還不錯 我們也是硬底子 好不好 好 那除了這一碗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今天要吃什麼 今天吃硬咖啡 硬咖啡 因為硬底子標股 硬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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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硬底子 我看一下有沒有硬 這個是咖啡 這個是它的巴斯克蛋糕 巴斯克 為什麼叫巴斯克 一個很特別的甜點 看起來醜醜 可是我覺得蠻好吃的 好濃喔 你女生吃這種蛋糕 都不怕膽固醇過高嗎 它就乳酪蛋糕那種 那乳酪蛋糕是不是 好不好 我們請教 三位硬底子 請教三位最硬底子的分析師 前外資超百分手 也是我們的固定來賓 重要來賓 詹一成分析師 他在line在這邊 你看一下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這個一定要夠硬 對 而且我今天點的是 冠軍 烤糖拿鐵 因為我剛拿下工商時報 第三個州冠軍 哇塞 哇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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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問領 年底的這個季冠軍 大家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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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位 來來來 雅琪 陳雅琪分析師 空降小年輕 也是自己商 研究員出身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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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跟Eason哥一起上節目 特別準備了一首Eason的歌 送給Eason 好好不錯 哪一首歌 剛好幫我們散戶問一下 跟單 這個巴菲特之後 之後要怎麼辦喔 跟單之後 鋪丁要喝舞 台積要跳空 有了這些利空 再也找不到保老的理由 台積最後難免淪為美肌 哇 台積店美肌店 拍照那個美肌是不是 不是啦 還是要炸雞店 炸雞店 炸雞店 你要唱琪歌給你聽耶 怎麼辦 我覺得唱得蠻好 他表情十足你知道嗎 對啊 很盛行耶 表情十分 歌稱三分 我說三分入目啦 OKOK 好不好 老師你怎麼看 唱琪歌給你聽怎麼辦 我覺得準備了很久 準備很久 待會再來談論這個台積店 好不好 第三位 我跟你講 雅琪對你唱歌 第三位分析師他就有意見了 好不好 來 陳偉大分一師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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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吃這個Bagel 這個叫做起勢三重皺的Bagel 那Bagel其實基本上就是很耐吃 然後吃的也比較沒有健康 也沒有負擔 OK 這個吃吃看 好 吃看看 好吃嗎 哇 外觀看起來好像蠻好吃的 嗯 看起來不錯耶 它起勢味道蠻濃的 應該給我這個 我看起來不錯 我分一半給你 沒有沒有沒有 你一半我一半 甘情甘酸 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下個單元 來 財經大頭條 我們請伊森老師 伊森老師你好 對 下週要見多少 這個是有機會的 要見多少 因為下禮拜這個事件比較多 不要來講的話就是美國CPI 對啊 因為上一次公布之後 其實台股就大漲了啊 所以這一次12月也可以來做期待 我們待會來一步一步來講好了 好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一張啊 跟對這個什麼 欸 明年的代表字好像是什麼 欸 這個漲喔 漲啊 對 今年代表字是漲啊 那明年會不會繼續漲 漲不是股價漲啊 是通膨膳漲啊 是什麼漲 好慘啊 薪水漲嗎 還是成本漲還是這個 成本漲啊 成本漲感覺比較多 租金漲啊 吃飯的東西漲最多啦 對啊對啊 吃飯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房貸利率來講 來講的話其實在10月的時候 是有往上串高的 一度是超過7% 也就是在美國的房貸利率 欸 一度超過7% 好 但是在這個月來講的話 算是有微幅的往下調 但是主要的大概症結點啊 都還是美國的房市成交量是往下降的 所以這個是不是代表實際的情況 我認為 欸 這個還有在上去 還有在上去啊 對 但是美國這個房貸利率是很高的 是 可是有嚇壞一點點啊 可是住房成本占CPI這個比重 大概30到40% 對 CPI來講的話 這個住房成本大概包含 還包含這個房租的話大概三成到四成 好不好 所以我們把一些領先指標 拿出來看一下 對 先來看一下 反貸利率的確有下滑 有下滑 有機會影響到CPI 對 有機會下滑 可是不是非常全面的 所以我們再慢慢看一些多一些全面的數據 好 那11月大宗商品來講的話 欸 叫上個月啊 微幅上漲這個1.09% 哇 這個就不用漲了 這CPI就有點漲了 對 這有一點點漲 我們來看一下10月均價 以及這個11月均價來講的話 算是有微幅上漲 從276打到這個279 那15在CPI的占比大概是13%到15% 好 但是這個大宗商品啊 其實裡面包含這個原油 就是能源在這一塊 所以能源來講的話 欸 上漲1%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右邊的圖表 右邊的能源啊 欸 其實是往下降的喔 所以也就是說 整個大宗商品 欸 平均上漲1% 但是能源是下降的 代表食物 欸 食物很貴 食物變貴 可是人源變便宜了 對 因為能源是往下降的 最新的這個 多出門兜兜風就好 不要吃東西 對 最新這個國際原油價格 這個西德州原油價格 其實是跌破75美元的 所以 欸 其實能源價格是往下掉的 但是啊 但是什麼 我們剛剛來看一下這個 左邊剛剛那張 欸 左邊這張 來來 對 這張 大宗商品能漲 所以這漲別的物件啦 那代表說這個其實 內含的這個驅動原因啊 就在食物啊 在食物這一塊 唯一比較有機會漲的是食物啦 可是幸好 住房成本 含租金有機會下滑 那個雲有下滑 可是食物有點漲 大概這樣子 可是現在比較一下 老師來看一下 來周合一下 這個CBI啊 因為上次是7.7嘛 這樣怎麼辦 多少 對 上一次大家 或者說這個市場上 可能比較看的是 這個克里夫蘭聯組會的 這個預測啦 上次來講的話 這個他其實預測也沒有到很準 對 他預測這個小於8.1% 但實際出來是7.7% 他這一次預測來講的話 他認為7.47% 7.47% 好 但是華爾街也就是說 市場預期啊 大概落在7.3% 7.3% 那上個月是7.7% 所以這一次來講的話 有機會下滑 有機會下滑 兩個都預測下滑啦 對 都比7.7低嘛 都比7.7低 克里夫蘭聯儲啊 前幾次是蠻準的 再一次是有點不準 就是不準股市再噴出去啦 但他上次預測其實也比很多 這個華爾街的投資銀行要低 低 對 要低 所以他的以這個方向性來講的話 算是還算是可以參考的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他也是認為會往下走 會往下走 那所以下禮拜最重要就是什麼 這個禮拜二囉 12月13號禮拜二的 9點半 開講囉 9點半 對 那低於7.3% 那當然是最好了 最好了 當然最好了 會怎麼樣老師會怎麼樣 會噴出就對了 會噴出 如果接近7%或者 直接見到六字頭 如果更誇張的 對不對 這個爆冷門的話 見到六字頭的話 是有機會就是直接噴出 好噴出喔 那看大家幫他買個熱透啦 好不好自己參考一下 好不好 老師就覺得7點三下就會噴出去了 是不是 對 是有機會 那7以下呢 就是熱透 7以下那就可能就複製上個月的這種 大噴漲行星 因為上個月大家都是預估8% 就是8字頭 結果出來就7字頭 對 7.7% 好 謝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預測喔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 是硬底值標股 先公布台積電 真的硬底值 哇 最新收連增50% 對今天這個 這個收盤後最新公布的11月營收啊 其實這月增5.9% 年增超過50% 來到2227億 好那我幫大家來做加總啦 10月加11月來講的話 已經達到4329億 我們用台積電的財測啊 第四季的財測 來算一下達成率大概算 66到69% 那這個分別就是 你要到低標以及這個高標的水準 目前來講話已經達成66到69了 這算是符合預期的 對不對 因為有三個月嘛 你已經兩個月已經公布了 有66%以上的 那12月來講的話 按照這個推算啊 大概 再達什麼 1938億 在12月 或者到2190億 就分別可以達到低標跟高標了 嗯 哇 12月 1938億就可以了喔 對 可是市場上應該不允許啦 對阿 我覺得應該還是有這個2000億元 所以老師 就算11月就算 哇 12月就要 講說維持或者加一點點 降格比如30億 還是達到高標 哇 代表這次11月營收真的好耶 或者順勢 你可能還是呈現月增的話 可能就是超標嘛 因為過去台積電也有曾經這個超標過很多次啊 是真的有機會超標 為什麼 你說怎樣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為什麼 對是有機會 因為目前來講的話 它目前的毛玉在 欸 在開始在往什麼 六成來走 對 往六成來走 那營收來講的話 我認為有機會 慢慢的往上走 因為現在很多產能都還是在搶 尤其在先進製成這一塊 所以 我認為12月營收是有這個 這個可以期待的 好 12月營收是有 機會 期待的 好不好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喔 那如果你有問題喔 來來來來 我想要問Eason老師 就是雖然台積電已經在日本的熊本設廠了 但是傳出呢 他還要再新增設廠 那他會不會把這個先進製成移到日本去呢 老師怎麼看 日本來講的話 第一座這個熊本廠 那第二座現在有在討論 但是目前來講 他一定沒有這個公開回應 那 我認為在日本來講的話 主要都還是這個特殊製成 也就是說這個承受製成這一塊 因為熊本廠第一座就是提供22到28奈米 那明年會 這個開始 這個什麼 應該說落成 然後呢 在2024年會開始來做投產 那日本比較特別是什麼 這個內需產業很多 比如說這個家電的 這個做家電品牌很多 大家有做什麼 做這個車子的 很多嘛 因為比如說這個全球最大的車廠 其實就是豐田汽車嘛 所以 在特殊製成這一塊 我認為台電在日本的佈局啊 或是說日韓兩國 都是以這個汽車為這個 這個主要的這個商品來講的話 我認為會在成熟製成這一塊 好 所以在先進製成我認為 並沒有這個 會挖到這個日本的這種 這種太大的可能性 而且日本也很多當地人才是想要去台積電上班 跟美國不太一樣 美國是很多人不一定想要去台積電上班 好不好 這值得特別注意觀察的 老師那硬底值標股 為什麼硬底值標股 台積電硬底值 所以其他股票也會硬底值還是怎麼樣 像台積電一樣的是 營收越硬 營收要硬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幫大家來設計一個條件 第一個什麼 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 11月營收月增 是 然後呢第二個條件 我們再拉下來一點點 對 EPS為正 然後呢是呈現激增的 第三個條件是什麼 月季線黃金交叉 月季線在股價上面呈現黃金交叉的話 上漲的動能趨勢是比較強大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三個條件篩選出來 有哪一些股票表現是不錯的 第一個 元金 這個太陽能方面 在今天表現算是不錯的 1707葡萄網 最近的這個生計 其實有發現說 有在開始搶藥的過程 因為在大陸解封之後 有一些搶藥的過程 那 1707葡萄網 在對岸也是經營的有聲有色 那再來一粒店 車用相關嘛 3587紅康 這個11月份的營收完也創下新高 待會後面會講 然後呢 307期紅散熱方面 股價特別紅 沒有錯 那剛剛講的這個搶藥的這個 情況就造就說這個 4114的劍橋啊 欸 就出現連續 往上做噴出啊 好 所以老師我們拉上去 這技術線型要黃金交叉 而且EPS激增的一些股票 對 還有硬底值的營收也增溫的喔 要越增幅嘛 通常這個時間越增幅 連營收也會連增幅啦 對 去年頭一集也比較好不好 那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老師 聽說雅琪有問題要找你啦 要跟你挑戰啦 是 我覺得很多人問問題喔 你很紅耶 我覺得很多人問問你啊 而且都沒你問問題 你看維泰哥不想理你啊 對啊 我比較想要維泰問啊 你要維泰問 來 老師剛剛講到台積電這個 未來的一個表現展望還不錯 但是我想問老師 最近呢 陸行之呢提出了六個問題 我們幫大家整理出來 六個疑問呢 主要是針對台積電到美國設廠 花了這麼多錢 好像把我們的技術送到美國去了 台灣跟美國的技術距離 越來越接近 難怪最近有台積電要掏空台灣 這樣子的疑雲產生 請問老師 台積電你還這麼看好嗎 還是你要加入我們空軍的行列 當空降小王子呢 空降小王子 聽起來好像不錯耶 聽起來不錯耶 不要被誘惑喔 這是來踢館的嗎 不是來誘惑喔 對這個 空降小王子 你不要因為小王子誘惑你 前面是空降喔 利益相逼 怎麼辦 這六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最近 我覺得陸行之感覺好像那種 前男友前女友那種齁 我一直問他一直call他 對 最近在看空台積電不知道什麼 這個議題相當火熱啦 我覺得 各大外資目前來講 都沒有一個統一結論 因為大家不想先開第一槍 所以你會發現說 在這個台積電設廠這個典禮之後 還沒有外資敢說 這個到底是利多還是利空 以及我們產物投資者 或者說在這個什麼 在這個目前的這個情況當中 我們到底要看這個台積電 去美國設廠 到底要看成功還是看失敗 欸 台積電股價才會漲還是跌 因為 目前來講話 我認為這個沒有一致性的這個 這個評判 但是陸行之來講 他已經不是外資分益式嘛 所以他目前來講話 他就敢丟這些問題啦 好 但是我認為啊 主要的這個先進製程 都還是會跟流台灣 都還是會跟流台灣 因為 最先進的先進製程 是的 是的 那目前來講話 這個 這個台積電也有聯合宣布嘛 他其實要 2024年的第一座廠啊 其實要生產的是4奈米 不是5奈米 對不對 那其實 這個 但是在這個2024年才會是投產的 那當時的這個 也就是說 大後年之後 先進製程也可能 這個嘛 4奈米也不是這個最先進的製程啊 對不對 有可能到這個3奈米以下了 那等到他的第二座廠 2025年 開始投產之後 美國第二座廠 你記住 第二座廠落成之後 其實也會有更先進啊 比如說這個1奈米 或者2奈米 都有可能啊 所以 未來來講的話 我認為比較先進的技術啊 都還在台灣啊 不要緊張 以及人才也在台灣 他不得不去 其實鄭公文最新的講法說 哇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類似這樣講 全球自由化已死啊 我覺得他有點被綁架 他一定有被綁架 不去怎麼辦啊 被綁架啦 有點甚至是這個政治 這個 對啊 來主導 政治主導這個經濟啦 對 我覺得是沒有辦法 所以沒辦法啦 雅琪齁齁 你不要想那麼多 他還是偏多的 好不好 就跟大家講好不好 所以我個人看法是說 台積電會在各個區域 各個主要經濟體來做設廠 比如說我們剛剛談到的這個日本 他就蓋這個成熟製程的這個廠 那在美國就有一些 先滿足大客戶的需求嘛 至少有一個廠在大陸 那萬一其他地方怎麼樣了 至少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商品是順遂的 而且講實在話 台灣也有一個國安危機啊 就是人才 還有就是說 生育率的問題 這都是啦 你說這樣 台積電要持續擴廠的人數 你看我每天 我每天要增加個幾萬 每天要增加個上萬人的員工 去哪邊找 也找不到齁 所以其實他擴廠好像也不得不啦 好不好 明年要大選 對啊 明年要大選 明後年要大選 來 好那我們來看下一個 好 然後我們剛剛來講 印底子股票 印底子股票 那剛剛那個表格都還不錯啦 我們幫大家快速來挑兩檔來看一下 第一個3587 而且鴻鋼在這個 老師你確定鴻鋼可以齁 不會被沖鋼齁 應該不會 因為他是圍繞了台積電的 對 檢測設備 那因為這個中國疫情 之前是比較嚴峻的 那有一些地延訂單 開始到位 開始到這個營收裡面的話 11月營收就創下歷史新高 前三季來講的話 沖鋼賺了6.64元 那第四季的攀高 是可以期待的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有呈現這個什麼 月季線黃金交叉 向上之後 其實股價就撐在季線之上了 那投信的部分 已經連買4天了喔 外資也大部分都是買超 不過在這個12月初的時候啊 一天大買以及一天大賣啊 造就說他的股價 欸對吧 出現一個開高 應該說前一天大漲 然後呢 隔一天就出現一個長黑K 主要我認為是一個 隔日沖的一個感覺 因為在外資來講的話 有一些外資啊 是做這個隔日沖的 但是 股價在公布 應該說公司在公布這個營收之後 股價就上去了 也創下歷史新高 所以 鴻康來講的話 股價已經創下歷史新高了 很多股票 包含這個台積電 股價都還是比較溫 對 比較溫溫的嘛 但是 圍繞在台積電附近的這些供應商啊 其實股價 都表現得還不錯的 都表現得還不錯好不好 這鴻康啊 看起來 欸 這個投信有在慢慢的去買超 慢慢的買 像外資有個 那個沒有同步的買超 可是至少 鴻康還是有機會噴出去 好 老師我們來看下一檔 下一檔的話這個1707葡萄網 好那我們剛剛也講到了 老師你比較少 你比較少講生技齁 就在這裡看好了 對 那生技來講的話 其實在本週都還是蠻熱的 那1707葡萄網 我們剛剛講到了 中國大陸已經要開始這個 這個解封嘛 那會帶動說 它的上海營運部門啊 開始漸漸的復甦了 它的營收在11月也是創下歷史新高的 但是股價 離歷史前高還有一大段距離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前三季賺了6.65元 表現也像 也算是在 今年來講的話 算是相當不錯的 在中國解封這樣一個過程當中 好那股價來講 欸如果又解封 會不會再帶動它EPS啊 一定會更高啊 對一定會更高啊 因為它的這個月營收已經跑在前面了 所以第一世紀 它蠻多營收是來自於大陸就對了 對大陸 它這個葡萄網旗下 有個叫蒲仲的公司啊 對 這主要就是賣它這個生技產品的 好 那我們看到說它月季線 非常漂亮 就呈現黃金交叉 那股價目前就慢慢往上 但是 它離這個歷史的區間 其實都還是相對低位的 相對低位的 我們看到說 投信外資啊 都是呈現買超的話 我認為會比較穩的 好會比較穩 有機會穩喔 投信跟 外資同步的買超 謝老師 那我們看下禮拜行情怎麼看 老師 下禮拜你覺得怎麼看 下禮拜 先漲152點一起講 對先漲152點 我們來看 直接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週限 或者說貴買的部分 週限來講的話 是結束了這個 連續五週上漲了 但是我過去有跟大家講嗎 這個 週限如果 突然 收黑下跌的話 基本上什麼 是緩解過去的過熱 我們之前有幫大家介紹這個 KD值過熱 所以有出現 一根黑K 那個週黑K來講的話 我認為是中繼整理 中繼整理 中繼整理 中繼整理嗎 對那下禮拜就大家要 比較期待這個 美國總金的這個催化劑 CPI嘛 CPI加上這個升息 那升息大概就是 那個嘛 升兩碼是有機會的嘛 所以 兩碼一出來我認為也是一個 利多的慶祝行錢 哇13號 13號公佈CPI 15號 15號凌晨 凌晨嘛 然後又台積電除全息 2.75元嘛 所以老師 下禮拜到底是 紅還是黑 我覺得下禮拜有覺得紅 我們來看一下 期貨的部分 對我們幾乎每次都幫大家 那我不好意思 我問一下 維太老師 維太老師你覺得下禮拜呢 收黑無仿啊 收黑無仿 你反正就看空喔 我沒有看空 我只說收黑無仿 為什麼 因為其實現在撐在高點 撐到一萬五 然後一直撐撐 收黑做股票就沒有房子了 無仿 無仿 我的意思 如果現在撐在高檔 不讓它回檔的話 那撐到農曆連結之前 換來的是什麼 換來就是更多的賣壓而已啊 所以與其等到那個時候再賣 乾脆現在先拉回 去消化一點賣壓 然後到 也沒什麼不好的意思 對到12月底 然後連接到這個 所謂農曆連結的紅包行情 剛剛好大家開心過年 所以下週你覺得收黑無法 可是 醫生老師覺得 我覺得是已經拉回夠了 已經拉回夠了 西派出去覺得是比較偏正向解讀 對 亞青你怎麼樣 我剛剛認同維太老師講的一句話 就是撐到年前 其實這一波在高檔震盪 已經反映很多11月份的營收 開始做衰退 但這都還不是最糟的 最糟的是很多的公司 它的轉投資的虧損 它的存貨的一個虧損的數字 要等到年報 第四季的財報出來之後 才會真正反映在它的一個財報上 很多的公司可能現在的營收 你看到只是一個小幅的衰退 接下來的獲利就是油盈轉虧 接下來跳水的機率其實還蠻大的 可能就是撐到年前 好 跳水機蠻大的撐到年前 就是跳水跳到跳年前就對了是不是 對對對 就是等這個財報的一個數據 要來慢慢的做公佈的一個時間 所以老師說等到那個 三月的時候陸續的財報公佈 哇那空窗期 這麼久好吧 希望如此啊 希望 不是希望你的願望不要達成 因為在場的男生 好像都 還是比較偏多一點啦 好不好 沒關係啦 十年之後啦 十年之後就是 那你要唱個十年給他 沒有沒有 剛好Eason也是嗎 Eason那首歌叫十年嗎 對 什麼 想聽 想聽 我們來看一下起貨 我跟你講Eason跟我一樣 我跟你講 通常帥哥 就是 都有一些缺點 我跟Eason共同的缺點就是 都不太會唱歌 是不是 你看我害羞了 帥就好 帥就好 看他起貨 因為起貨上禮拜來的時候 其實也是維持這個相對多 但是 這個有出現減少 那目前今天又新增了 新增來到也是近期的新高 9000多口 那我過去有講過嘛 0到5000口 是這個比較中性 5000到1萬是中性偏多 1萬口以上 那就是這個 有機會再漲一波 那目前來的話 來到9000多口了 所以 下禮拜一禮拜二 如果外資又把這個 進多單 又捧到萬口以上 來準備這個CPI的話 那CPI就有機會 這個什麼 這個利多出來 好CPI就有機會 利多出來 好不好 旁邊萬口 再加上他可能先佈局 通通布局 其實美國股市 我自己看吧 美國股市有時候都會先說話 我們那時候福利社就說 那個白宮那個黑人秘書 他就先講了哇CPI 哇 這個這次CPI數據可能不好 他都暗示 所以說不定美國股市早就有人知道 所以今天晚上美國股市 說不定很重要 因為可能就告訴你 這個CPI數據是好還是不好 好不好 可能前幾天就知道 謝謝議長老師 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消息 連續兩個人來跟你問問題 都問不倒 益森老師 這跟大家講 那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下個單元 熱門我最貼 原金還有創意 也要請益森老師 OK 那六四四三的元金在這個本週表現算是不錯的 來到一個波段新高 那其實元金 我在上禮拜 講這個中信店 我有提點說元金啊 安吉啊 其實股價來講的話 都是相對低的 那本週的表現就換到這個元金身上了 那元金的這個11月營收其實是創下歷史新高的 我們把這個區間再拉長一點點 你會發現說他位階啊其實還是相當低 對不對 才剛到這個季線附近而已 所以在元金的部分 我認為還是後面還是有機會表現的 你看現在這個什麼 這個這個行政院也拍板了嘛 未來的興建案 這個樓頂啊 這個屋頂上面 都要來蓋這個 這個太陽能板嘛 對不對 你要有這個太陽能發電 所以未來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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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多來講的話 在國內啊其實是超過百億元台幣的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我認為這個太陽能部分 在下週啊 有機會把這個漲勢啊來做個延 延伸 以及這個往後來講的話 其實太陽能族群都有機會來做發動 所以你覺得太陽能族群 不只是一天的提倩嗎 不只是因為今天見報的關係嗎 你就還有持續嗎 我覺得還有 對 那他營收也出來 所以有政策加持的話 後面營收還有機會爆發 政策加營收雙加持一個題材 雙引擎的一個題材 看現在兩個股 哇老師創意喔 創意 有看我們福利社的投票 有感覺是真的人生充滿了創意好不好 真的真的 也充滿了愉快的感覺 創意你講好久喔 對 今年最標的齁 10月10月最標的 創意是來一個逆轉勝 老師你來講一下 對 對真的太標 因為大家今天來講的話 又突破了這個800元大關 所以一路從這個383元 這個10月的相對低點 那今天來講的話 達到這個801元了 所以他股價已經翻倍了 兩個月不到 對109%了 109%了 109%了 109啦 對所以當時這個很多人在議論嘛 這個400元買創意還是買台積電 所以看起來 這個創意已經達到800塊 那時候如果我換一下還不錯喔 對 對 台積電 台積電要達到800元 那可能是要還要還要一陣子的時間嗎 很久啦 對對對 所以巴菲特沒有買沒有沒有沒有買這個創意來講 他可能賺比較快 他如果買創意賺比較快 對 109%怎麼看老是今天突破還能買嗎 重點是還能買嗎 我覺得還會有這個網上的空間 因為他11月營收也是在創下歷史新高 所以他現在的動能都還是相當足夠的 這個預約真的也都達到這個5%以上 所以我認為他後面絕對還有空間 那都是環繞的我們剛剛講的這個環繞台積電 對 他的供應鏈然後他的IP這個設計的這些 這個集團股創意我認為也都會來做受惠 好一盒都會有機會來受惠好不好 好雅琪聽說你要做空 空降小天心 小天心聽說要做空這兩檔股票 對 廣達你講過很多次耶 你也是這樣 你也是恐怖情人一直要追殺人家 對 可以勞過他嗎 所以想要一直掉為止 我們看一下廣達喔 廣達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他是這個筆電代工的這個公司 那我們都知道之前就有跟大家分享過 他最近兩年的EPS 比較高呢並不是一個常態 因為接下來的一個筆電庫存 還要清到這個明年至少下半年 而且呢 幫大家整理一個新的一個訊息 他呢其實也是 之前沒有跟大家分享 他其實也是Tesla的概念股喔 那呢他的一個部分的元件 其實呢是有出貨到Tesla 去補助自動駕駛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他股價撐在這裡 其實也是有Tesla的一些消息在做一個 Tesla的概念在撐腰 好但是我們這個禮拜看到說 Tesla其實有傳出他的一個上海廠 要減產兩成 如果這個消息屬實的話 接下來可能就是壓垮洛陀的最後一根稻草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最近廣達 散戶的一個指標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散戶指標 散戶指標增加很多耶 沒錯在這一波震盪的時候 他上方的一個景線不只上不去 而且散戶還一直跟著在 很少見耶 跟台積電不一樣 台積電是股價上去散戶減少耶 對啊 我們來看看台積電好不好 來 這邊看看台積電 有沒有 散戶一增加 股價一增加 哇差很多 管達散戶怎麼厲害 說不定散戶有名牌啊 老師 對但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散戶一直在增加 但他上方的壓力其實是一直過不了的 那以我們過往的一個歷史經驗來看呢 散戶再買你就要離遠一點 散戶再買你就要離遠一點 最早是你持續看空他 對對對 你覺得有機會破底嗎 有機會 有機會 破底也67.5 哇 每次聽你在講話大家都會緊張 小甜心那下檔股票來看一下 下一檔是茂連KY 那茂連其實也是TESLA的概念股 這大家應該比較熟悉 那茂連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他今年的一個獲利跟營收 其實還是維持在高檔 但是呢你可以留意到的是 他第三季的毛利率其實已經開始下滑了 那這下滑的部分 主要是他認列子公司的一個存貨的一個損失 也就是說呢 他其實接下來呢 以他目前的一個產品比重來講 他大概有一半是在一般的這個 電腦IT相關的這個線材方面 那這個部分消費性電子明年一定是衰退的 那另外還有兩成 他就是出在這個車用相關的一個線材 同樣如果說這個TESLA的一個減產屬實的話 對他接下來的營運衝擊也會比較大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這個 目前來講的話幫大家整理 這個發現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看投信的一個部分 我們可以把時間拉長一點 其實他 投信都在賣耶 我們可以拉時間拉的再更長一點 你會發現說 像茂連這檔股票 那你如果去看他的一個基本面 看他的營收 其實現在都還不錯 但是呢 他今年以來 我們如果看是從年初到現在 其實投信並沒有這麼明顯的賣超 他真正明顯的賣超是出現在最近這兩個月 好最近再看一下 好最近的賣很兇耶老師 對剛好有可能就是呼應說 這個TESLA有可能這個減產 其實是有可能確實發生的 那等於說投信呢 其實是領先知道這樣子的一個訊息 可能性是比較大的 好所以老師你還是看壞嗎 也是覺得還是持續看空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就對了是不是 對對對 好然後謝謝老師 來下一檔股票 瑞玉跟聯發科 老師你也喜歡IC設計耶 如果說接下來 行情還要再往上去做衝高 我相信電子股還會是主軸 而電子股裡面呢 又以這個IC設計啊 市場上面的一個能見度還有共識 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幫大家 就是挑選出來兩檔 就是屬於有整理過的 IC設計公司 第一檔就是2379瑞玉 2379瑞玉呢 他11月份的營收表現 真的是不太好 YOY衰退20.5% 創下21個月以來的一個新低 可是呢可以觀察到 在股價的部分這兩天 反而沒有都出現進一步的下跌 今天甚至往上去做走高 上漲2.39% 所以有一點點 利空頓化的一個味道 那麼目前的日系外資 還把它調高目標價 從300塊錢調高到320塊錢 並且認為明年第一季 就會是它的營運股底 所以目前看起來 這種已經有拉回過的IC設計公司 我認為可以優先做留意 這個我在打底了 而且回到季線有手 瑞玉我看起來不錯 其實本來就是一家好公司 是的 在這個主客大家叫什麼螃蟹 恨的走路 螃蟹卡 螃蟹卡 老師 好看一下哪個股票 好第二家就是我們IC設計公司的一個指標股 就是聯發科 但是今天其實聯發科的一個股價表現 雖然說也是上漲 但是我相信現在市場上面 大家比較不 比較關注的反而不是聯發科 而是它最近的一家轉投資子公司 叫做天晴 代號是6708的天晴 好6708 對因為它12月9號到12月13號 要有一個近拍的一個動作 所以現在上市櫃了 對是不是 對它要從新櫃轉為上櫃 那持有股數多少大概 因為它是跟至上兩家公司共同持有 對它共同持有 對股份比翔中多一些 好然後呢 然後呢它的這個 剛剛提到就是它的一個 近拍的底價是25.45 但是今天新櫃的收盤價是收在70.5 OK 那它在新櫃的這個過程當中 最高價是在126塊錢 所以它說是這個聯發科小經濟 可以說是當之無愧 所以如果說投資朋友 如果你也有這個籌籤的習慣 或者是定標的一個習慣的話 不妨去參考看看 這家公司看起來其實它的價差還蠻大的 好希望這個台灣股市也是雨後天晴 好不好 天晴 這個也是持續股價上漲 這六檔股票 四檔做多兩檔做空 值得投票注意觀察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哎呀 股市甜甜圈 焦點股 邦尼圈 好我們請空降小甜心 空降天后 空降小甜心來啦 老師 哎呦 你這是要做空的耶 老師 XX紅 XX新 11月營收見轉折 出口大衰退有這麼恐怖嗎 老師你說 來我們來看一下頁 來幫大家整理最新的 11月的出口數據 這個出口連上黑 我相信最近的投資朋友 臉上也是三條黑線 看一下11月的出口年減13% 而且累積今年的一個出口數值 只剩下個位數年增9% 到底是哪些出口的產品在做衰退呢 底下幫大家整理出來 大家所向持股最多的就是電子族群嘛 那我們看一下電子零組件 10月份的時候還是正成長 到11月份的時候 最新數據真正開始進入衰退囉 而且呢 另外一個資通訊的一個產品 也是一樣10月份還撐在正成長 但是呢最新的數據 11月的數據 也是出現衰退的一個數字 電子零組件衰退了 這玩左就衰退嘛 藍色就衰退 然後有資訊通訊也衰退了 那怎麼辦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這些出口都不行了 對 代表這些出口 接下來可能問題還會更大 真的假的啦 這只是剛開始就對了 對 只是剛開始而已 希望你不要猜中 沒有啦 我也希望投資朋友可以賺大錢 好 你是保護他們就對了啦 對 如果下去的話你是保護他們就對了 對 提醒大家不要去碰哪些比較危險的股票 好 我們看一下 框架腳肯心就不要碰 對 好繼續 開玩笑的 你繼續說 好所以呢 這個主計處呢 數據公布出來之後也提醒大家說 接下來的一個衰退幅度可能會更嚴重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 11月12月反映的就是年底的這個消費旺季 可能有一些節日的一個拉貨 所以其實你看到11月不好 12月也不太可能好 那接下來的第一季呢 又是傳統的一個淡季可能就會一路的這個衰退下去 哇賽 女人的戰爭另外一個人也有問題要挑戰你啊 Luna 好 那想要問Amy老師 現在台股已經反映著出口數據衰退了嗎 還是還沒反映呢 我覺得這個衰退的數據 因為其實從10月開始就已經在擴大這個 因為出口連三黑代表說前幾個月其實就已經是黑的了 那股價一定是有開始慢慢的去做反映 但是呢 其實有一個數據大家比較少去留意的就是在進口的一個部分 大家比較重視出口嘛 那其實進口的數據呢 11月的數據公佈出來也是衰退大概是衰退16% 那其實進口的數據衰退代表就是說 其實這些業者他們在進貨這些零組件 進貨這些原料的時候呢 也是對於後市比較保守 就是已經後市比較保守 所以比較淨少原物料就對了啦 好不好 那其實所以你覺得這些還會持續擴大 還會持續影響股價 就對了 那我們看下一頁啦 老師那經濟衰退哪些衰退最嚴重啊 老師好你看 等一下呼應剛剛Luna的問題 其實呢確實很多的一個公司 它的一個營收也開始反映 股價也開始反映 那我們幫大家整理出來 11月份已經公佈的營收來看的話 我們把半導體年減的加速87加耶 真的是 是在笑我們買半導體的是北漆嗎 那不只是半導體喔 你看零組件的一個部分 還有光電業 這有點難預料啦 怎麼辦 對嗎 我們私底下在談 私底下在談 哇你剛剛很熟齁 來繼續說 老師我們看到11月份營收其實幫大家整理出來的 目前來說的話 其實大部分的一個電子行業 所以他們的一個年減的一個加速 都是比年增的加速多非常非常的多 好 對 而且航運股啊你看 今天營收的年減嘛 最新的SCFI的報價還在下跌 連續25週下跌啦 老師所以就很簡單 有些營收或是有虧損可能擴大 是不是 好老師所以這些做這邊 營收年減大於年增的 大部分是營收年減大於年增的嘛 半導體嘛 營收年減87加 增加只有40加 所以大部分都這樣子擴大 老師你怎麼解讀這些股票啊 你繼續講 對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隔壁幫大家整理出來 其實這些公司他們的一個衰退的一個訊息 今年來說的話真的非常的多 包括說我們之前跟大家講到說 這個iPhone的出貨可能下滑 那蘋果之前是在11月份的時候 就下調iPhone的一個出貨預估 大概是從9000萬隻下調到8700萬隻 那我看到最新的大模的報告呢 他其實已經把這個數據呢 下調到大概7750隻 其實就是不到這個8字頭 那其實是對iPhone的一個出貨的一個預期 其實是更加悲觀的 好對老師 你講的是7700幾萬隻 7550萬隻 數字有點難擠 現在有到7750萬隻 這麼少是已經下滑到這邊 最新的預估大模的 特斯拉又可能縮短生產工時 老師有沒有可能縮短生產工時 是因為機器化啦 機械化啦 人空化啦 這部分的話其實 當然有非常多的因素夾雜在裡面 但是真正來說的話 如果說需求真的很強的話 他也不會輕易的去 有這些減產 或者是相關的一個利空的訊息 在市場上出現 好不好 所以你還是把它偏利空解讀 老師那你想看過什麼股票 還是說小心大家提醒風險的 天乾物燥 小心火燭 老師 對我們來提醒 這個 記憶體的一部分 記憶體的話 它其實這個利空消息也是 持續滿久 之前就有傳出這個美光 這個降低資本支出 那明年它是看話來說 2023年會比2022年還要差 那所以說如果是 明年的一個展望都已經 是比今年還要不好 其實你要期待它變成標股 就是比較不容易 尤其說很多的一個散戶朋友 你今年可能很多的錢 都已經被套在股市裡面 那你就要斟酌說 這樣子成長性不足的股票 其實是盡量不要去碰的 那我們也幫大家整理出來說 他最近的一個 11月份最新的營收表現是 月減25% 那年減是高達4成 那以短期的一個波段來看的話 我們幫大家整理出這個 借券的一個指標 大家可以看一下說 之前在這個10月底的時候 外資的一個借券余額是下降 所以有這個回補空單的一個 短期上有這個回補空單的一個機會 所以股價呢 是出現這個小幅的一個反彈 那但是你最近又看到 其實借券的數量又小幅在提升 所以短線上來說的話 可能會有震盪壓回的壓力 也反映出它的一個營收 其實衰退的幅度還是很大的 好 衰退的幅度還是比小鐘大 是借券有慢慢增加啦 可是增加沒有之前多啊 所以你覺得 這是剛剛 危機已經四幅了對不對 對 我認為說其實記憶體的一個族群 它其實下跌也蠻多 那大家看空也看空蠻久的 只是說它長期來講的話 可能會打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底 畢竟說它明顯 已經打底了沒有下跌啊 你說以後會來會下跌是不是 這幅卡還是會在底部做一個震盪 畢竟它還沒有明顯的成長性出來 好 醫生老師 他那個嗆你 你要不要嗆回去 你對萬豪的看法 你說 我想問他對於我的創意的看法 因為創意也是一直嘎框 然後一直嘎到創新高 就是創意 我們看一下創意 創意的借券賣出 借券賣超 所以就是說借券沒有用啦 就對了 對 借券賣出來講的話 其實一路的這個已經 我看一下喔 已經被嘎死了啊 借券賣出 我們看一下借券賣出好了 所以比較準 對 借券賣出來講的話 都在一路回補啦 都在一路回補 所以來講的話就越來越高 這 喔 對對對 沒有錯 所以過去來講的話 在這個突破400的時候 欸 借券在增加 那現在啊 越嘎越高 700多的時候 欸 越來越 就一路再回補 所以這個借券賣出越少 代表說這個 這個其實是有這嘎空的力量 已經被嘎死了啦 看那個前一個就蠻明顯 我們還是看借券 看一下借券一盒 所以老師 直接看借券一盒就好了 所以老師要問你一件事啊 你看 左邊看 左邊看 我們再拉遠一點 拉左邊 哇 這邊 借券那麼高 可是你看到最後 被嘎死了玩下玩下 而且還沒有結束啊 拉遠 拉遠 再拉 再拉到右邊 被嘎死 全部被嘎死了 受不了停損買盤啦 什麼啊 借券這麼慘 所以用借券來看這樣對嗎 老師 我認為說這兩檔股票 它其實有本質上的差異 因為像旺宏 它是屬於這個 比較標準型的一個產品 但是 創意的部分 它是IP這個族群 所以變成說 望虹這種記憶體 可以取代就對了啦 對 它的一個 產品的一個 變化比較多 就是很多的一個產品類別 必須整個需求都轉好 它才有可能轉多 但是像 這個Eason哥選的創意 就是很好的一個標的 因為它是屬於IP的族群 你怎麼那麼快就便捷啊 IP的族群 你只要有一些特殊的一個產品 有成長 有爆發性 它就有上漲的機會 我想說怎麼那麼快 就便捷啊 就女人性還抵爭啊 對啊 女人性還抵爭 初一十五不一樣 初一十五不一樣 反正玩虹就看空啦 好不好 那穿越你覺得還不錯就對了啦 反正就被嘎屎空單 好 我們看一下一個 好 那Eason老師 這個回答你滿意嗎 所以被這個空軍認證 那我要思考一下 你要思考一下 你把它當反指標啦 好 思考一下 我們就VMC看下去 來老師 我們要看誰準 我們繼續看下去嘛 好 全新老師 來 那這一檔跟大家分享的是2455的全新 它是全球前三大的這個 生化家的累進場 那它其實呢 在今年的一個股價來講的話 它是從150塊 那一路的一個腰斬再腰斬 來到50幾塊附近喔 所以其實它已經是 算是領先台股去下跌的一個族群 PA的族群 不管是全新文貌還是宏傑科 其實下跌的幅度 都是領先台股的 那全新的部分呢 因為它下游的客戶 就是文貌跟宏傑科 我們可以看到說 宏傑科這一波的一個修正也是 高檔拉回連續兩個禮拜 那所以說 一旦說這些下游的一個客戶 它的一個需求還沒有回溫 那它的一個上游 全新的部分 它回溫的速度只會更慢 所以這是提醒大家可以去留意的 觀察的一個方向 那同樣在外資的部分 幫大家這個也挑出指標 可以讓大家去看 沒有什麼方向啊 前陣子買比較多啊 就這樣子而已啊 全新這個外資怎麼看啊 那我們剛剛提醒大家說 其實全新它已經修正滿久 所以它有可能會跟記憶體一樣 出現一個打長底的一個情形 那短線上它其實還是會有 這個來回震盪的一個走勢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9月底以來 這個外資終結買超之後 開始這個小幅的一個賣超之後 股價就有短暫的一個拉回 那同樣的情形 有啦 前陣子外資有在買嘛 對不對 9月的時候有在買 9月底啊 10月初啊 現在就沒買了啊 買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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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外資其實來回超做這種短線 其實就是很有可能它接下來 是一個打一個比較大底的一個情形 是比較區間整理 從外資來看得出來 它沒有一個方向性 是一個比較容易區間整理的一個平台 好謝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東西 老師我剛才問了益晨老師那個 萬宏的看法 我現在想問維泰老師 你對小甜心看空自然股票 真的不好嗎 全新 我覺得 Emi老師講的還不錯 那我對於全新的看法是 短空長多 為什麼 因為其實的確在營收表現上 的確不怎麼樣 哇 年減50%算很多欸 年減50%欸 對 然後最近的一個股價表現 又跌破月均線 當所有的一個個股 都所在月均線之上 甚至大盤指數 它領先跌破月均 所以代表它短期上的確有這個 所為轉弱的一個現象 但是我什麼時候常多 因為其實呢 我們在說這個PA 其實在2023年開始 手機的需求 或者其他的5G相關的需求等等 都會持續的去做一個成長 自我認為說全新線接 雖然是短空 但是後世還是看好的 營收真的衰退 哇你看維莎老師 對你還算溫柔欸 不能苛責 你看怎麼講都對 好不好 一神老師直接唱 你的創意 我的創意怎麼看 好不好 沒有關係 空軍不死多頭不止 空軍不死多頭不止 他已經證明了喔 你看 剛才借券的創意的借券三數 有沒有看到 餘額直接下滑 噶 本來餘額增加很多 噶到他受不了 直接餘額下滑 直接借券餘額下滑 所以空軍不死多頭不止 可是老師 今天我沒看到一個數據 欸 那個真的創意 欸要注意一下喔 空軍已經死掉了 到底要怎麼看呢 好不好 沒關係謝謝老師 我們繼續看下去 謝老師告訴我們今天這個節目 非常精彩 有多有空 節目精彩 到底誰對呢 我們繼續看下去 所以要訂閱我們頻道怎麼樣 開啟小鈴鐺 還有按讚留言 留言 留言 底下留言都歡迎大家 好不好 訂閱頻道瘋狂股市福利社 七個字 然後每周一段都會怎樣 晚間八點上線 一上五解盤二次教學 最後一隻空話 謝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爛你的財富 費費費 嗚 蛇蛇救救我 救救我 你看這麼激動不要激動 我不是你uncle 我不是你舅舅啦 怎麼舅舅你啊 機頂機頂 欸不定老師要賣什麼 因為排骨現在不行了 要靠千斤來頂啊 所以我核心裡叫千斤頂啊 千斤頂你 你等一下再頂千斤 你再問你 殺最低 想要改掉這壞夢病 你怎麼都不太大啊 怎麼辦 欸 不是這個黏身 這個黏身 怎麼辦 啊 掉了 我看到的是這個空板 還真的 都不是欸 這真的太強了 那我看著是這個空板 哦 啊 是這個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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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一個空板 哇 喔 排水最早的 你穿這什麼褲子 完全滿滿的 就是這個電子 很美 最最高 燒最低 想要改掉這壞夢病 瘋狂故事福利社 你財富free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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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影片 最後還是不好 謝謝光臨 瘋狂故事福利社 讓你財富free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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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